这张画是在卷本上描绘的木芙蓉 因为刘庸老师童年的院子里有一颗木芙蓉 它总在下面玩耍 有时候凋零的花朵会重重落到它头上 所以它童年的梦中总有木芙蓉 这也是刘庸老师喜欢描绘的花卉 木芙蓉不但美而且充满变化 除了长壮叶从每个角度看都不一样 花朵也从清晨的白色 随着时间逐渐变红 到傍晚的时候甚至成为艳红 所以木芙蓉又名醉芙蓉 好像美女醉酒的驼岩 这张画上刘老师用了许多技巧 除了莫古法还有壮粉壮彩 叶麦与花麦都用留白甜彩的方式表现 请注意观察叶饼跟枝子的接触点 虽然细小却呈现一种力量 叶子有虫食的痕迹 还有两只小蜜蜂前来采蜜 这张画曾在浙江美术馆辽宁省博和上海中兴宝库匠心馆展出 并且收录在《书卷江山》、《梦碧生花》、《花月春风》 花巨当中希望大家喜欢